5月26日,星期三晚上的这个鳄鱼谈 特区政府有一个几点头痕的问题 问题就是,一早已经入重货 订了很多中国武汉肺炎的疫苗 甚至现在已经团聚在香港里面 就快到期了 到目前为止,而这个香港市民 无论这个林郑月娥如何抛西磨灵蝉 促进她的口舌功力 叫她的一众政府高官 跪在那里吹咎我们这些香港的市民 都是不肯是 见我们吹咎起 又或者吹我们不够动 也吹我们不出来 打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的疫苗 到目前为止,根据政府公布的一些资料 还有数据 只是有217万剂的疫苗 就是香港市民打够了 有94万剂就是打科兴国产疫苗 有123万剂就是打外来东西 这个Beyond tank和復必泰的疫苗 如果你计算每人打两剂 其实就不是很多人 八宗那一万左右的香港人 就是打了这个中国武汉肺炎的疫苗 那为什么这么少人去吊你老尾 不怕中招 不肯吊你老尾 就是有这些的恢复这些的自由 宁愿生活里面有局促 宁愿仍然受限聚 戴着这个口罩 谁都不想听特区政府的呼吁 去打这个疫苗 希望可以达成到年底前有六成的香港人 接种了疫苗 让这个herb immunity早点在我们的香港里面恢复 那当然如果那个情况出现了 大家又可以行动自愈 又可以出国又好回大陆又好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香港的市民都不想制呢 当然这个不要问我们为什么 特区政府问回你们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 三十几个人就已经是中了了这个疫苗之后 怀疑他们就是因为接种了 而云断天国的 当然特区政府和他所有那些 只要帮他投资抹粉的 那些这样想一想 professional的医护的专家 一直都在那里耍太极 说你们打了针死亡的这些人士 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这些数据 显示你们是因为打了这个疫苗 而收了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香港的市民 耍你老妹 个个都联得边 会不会围着喝啤酒 围着去桑拿打骨 吊你老妹 围着去吃宵夜蛋 和你找一条命拼 走开了 当然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特区政府到现在目前为止 都不想明白这一件事 解零还需是零人 你要将一些数据 一些的测试 一些的调查 老老实实直接公布给市民听 如果现在这两剂的疫苗 你老妹 得不找到市民的信心 会不会一家人 再进第二个货 不想是 不想是 死了自己的市压架 说到您是这么多 打打打 不想打就想就 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是 你叫我去行东 我一定去行西 你老母 你叫我 你屎不向西 我头一定 不想是 就转到西面 跟你唱反調 跟你是屌你老美 不能是同一個鼻子出氣 完全不配合 落得如之的下場 當然你一直以來 就在屌你老母林鄭出口術 又說我打完這又有啥 打完那樣又有啥 又說可以讓你考慮回大陸 一樣樣二樣 全部都是考慮和空頭的支票 各樣東西都未能落實 最能都是混蛋的 打完疫苗回大陸 就算你肯 你都要屌你老母 廣東省或者其他中國的省份 肯配合合頭才行 你都使人來不動 那屌你老母 香港的市民就知到 你是一隻puppet 傀儡 根本說不做到事 屌你老母 你說完的就屌你老母 無理誠信 當然就沒有人屌你老母 跟你瘋了 繼續去玩這些按鈕的遊戲 自己安心立命 保命洗下手 用酒精戴足口罩 保持適當的距離 回家吃飯 日子都是過了 屌你老母 那麼久的時間 沒有屌你老母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屌你老母 面對了團職在貨倉也好 雪櫃也好 屌你老母 下了訂單在大陸 屌你老母 買重貨的科興疫苗也好 沒有人打 那怎麼夠樣 屌你老母 見了貨 就好像屌你老母 超哥對著玩具倉裡面的玩具一樣 一瓶眼淚蝕咬了 沒有膠壞 欲咬尺咬了 當然很多的拆鞋子一直在 就是屌你老母 不停想起奇謀妙計 屌你老母 就是希望特區政府採納一下 想一下辦法 怎樣可以 鼓倒香港的市民去打針 包括屌你老母 說什麼東西 一次過 屌你老母 這個電子消費券 不用分其數拿 立即可以派給你 又或者屌你老母 不如屌你老母 考慮派些什麼八家現金券 又什麼派錢 屌你老母 打疫苗 五夠水拿 如此類推 但是777 屌你老母 一早就出來說了 他說 我們不要想用蜜肉去引誘一些香港人 這樣不是很正確的 都是留給你們私營的機構 想鼓勵你們的員工 就你們這樣去做 當然馬會就屌你老母 即是屌你老母 就說屌你老母 如果有機會打了這個疫苗 可能會有這個有薪的假期 當然這個滴滴尼 個個都一呼百應 考慮希望他們的員工 打完這個疫苗就有假期放了 屌你老母 不知道會不會還有勤工獎 當然 現在個都想盡這些方法 去一個谷的疫苗 大家不過心裡有數 心知肚明 個個都知能得到 沒有可能 這個目標一定是人人期望可達到 但是屌你老母 林鄭月娥你的數寶就比天高 沒有可能計得到這條數了 香港的市民不會中你服的 好了 現在我們怎樣搞呢 所以剛剛就聽得到 雙情症的留港的大陸的中國居民有四萬幾名 那麼多 這些來在香港裡面逗留在香港 以一個雙情症的身份的這些大陸人 主要來香港的就是照顧子女或者家人 有成四萬名那麼多 一疊一萬三千名的這些的免遣犯的 聲請人 又或者是獲聯合國難民處 確認的那些難民 也都可以打疫苗了 沒有所謂的 那麼就替你老美幫忙幫忙一下 還是你們不用香港的納稅人 現在政府有這些尿你老美的疫苗在 那麼他們一定是會打的 你們打沒有所謂 幫幫忙 拖一下水 接受香港的庫防 那就很順理成章 但是有一條一個籽頭就是一個工聯會 九龍東的一個總幹事 這個鄧家彪 這條矇嘴 他長得樣子像我們的前台長 那麽混蛋 已經是人身裡面的人身污點 剖句的街還要走去學人聞味 聞味就要問一條 不支持王小虎還是立不小身的 一條肉酸到不得了的眉毛 搞到他們的樣子 那麽你老母已經是契弟了 還要問一條味道 就是契弟之中的契弟 那麽你老母看在他前面 就真是爭奏到他後面 他邁上就是異常之不等討好 邁上不等討好 你說一些有智慧的東西 那麽你老母大家都看 花點心機時間 去聽到你這條契弟之中的契弟 說什麽的東西 那麽你老母 這條契弟竟然說 那麽你老母你們這麽樣搞法 又封關又齊齊 令那麽多這些滯留在香港裏面的 雙程症的這些大陸人在香港裏面 現在還要你收他錢 打疫苗 宜笑大方 有沒有搞錯 應該免費 你看看他們 他們分分鐘都是來著香港的 準香港人 既然都是將來做香港人 就是不應該收他們錢 這條契弟竟然說這麽說話出來 那麽網民就當然 吵到他撻皮啦 是吧 那麽狠狠狠的東西 是這麽生的樣子 那麽狠似我們 吵你前台長 那個狠狠 就是會說到這麽狠狠廢話出來的 這麽這個契弟竟然說出來的 文味就浪費錢 說真的就應該改個名 吵你浪費了金錢去文味 即是白文啦 整個白文錶這樣 你不要叫吵你老母鄧家彪啦 叫白文錶 笨拆 是吧 這麽笨拆講的東西 邏輯真的非常之不想通的 如果是這樣 吵你老母准香港人 就是不想是香港人 不想是香港人 吵你老母你給錢打疫苗 有什麽狠狠的問題啊 仆街 我們就是吵你老母香港人 但是我們跟大陸買的東江水 用不想花費錢啊 吵你老母我們吵你老母 在大陸裡面買的蜜白米 又用不想花費錢啊 大坑灣發的電 我們香港人又用不想花費錢啊 吵你老母 現在要搞什麽的 明日大罪啊 第三跑啊 吵你老母填海那些沙 跟大陸去買啊 又用不想花費錢啊 如果你們不想花費我們給錢 還要給很多 吵你老母市價這麽多倍 這些的價錢 是吧 吵你老母 那真是吵你老母 我們送給你又怎麽樣去說 請你們去打這些的針 又沒有 那麽問題就不想是嘛 你和我們計算得這麽速 我們當然是吵你老母 收回你這個的成本價 二百多元劑 吵你老母 林鄭月娥就是吵你老母 讓她解決她言微之急嘛 是吧 花了那麽多錢 現在沒有人打 幾個大人 是吧 那當然啦 這些這樣的石頭 說教多你一件事 吵你老母 你這些左派的 按鈕的 吵你老母 建制派的 忠誠的廢物 準香港人 就不能是新香港人啦 吵你老母 單程證那些 就叫做新香港人嘛 吵你老母 那你都未肯是香港人 自然就要給錢啦 那這條的石頭 就是告訴大家 喂 在香港 好多人現在滯留在廣東省 人家都給你免費的疫苗 那這堆石頭 曾經是吵你老母 是大陸下來的香港人 現在才回到定居嘛 那他們是舊大陸人嘛 那自然是吵你老母 在大陸照顧他 給他免費的疫苗 是很順理成章啦 是不是這樣說啊 LOOK BIRD 吵你老母 你這個白文錶 是吧 就是昂糕甲殺昂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忠誠的廢物 是吧 現在 就是臨近這些選舉 吵你老母 派餅仔的時候 當然是吵你老母 你走出來說這些濕狗暗狗的事情 但當然大家笑一下就算了 廢物就自然是廢物 溃弟就自然是溃弟 說的東西出來 就是大家得淡笑就算夠數 一些天生奇形怪相 還要搞到標奇立義 紋了他的眉立不小心那樣 你要expect他有什麼東西 你老母人話在這個混蛋的口裡 說出來呢 好了 但是現在有一個issue 我也很正正經經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在現在目前 除了我們香港 袁國勇教授 感覺上我們很清零 但是我們也是打這一場 中國武漢肺炎的防疫仗的時候 我們也都團職了很多的這些物資 手套 比如口罩 消毒藥水 體溫探熱氣 whatever的東西 現在團職了在這裡 可能我們有很多餘的東西 或者好像一些多餘的疫苗那樣 應該怎樣去做呢 好了 我們應該基於這個同情之心 有很多的老友記 不像我們香港人的物資 那樣的風樹 有這麼多的盈餘 可能現在也是受在這個水深火熱之中 那當然啦 印度現在也是一個很大冷獲的這個國家 但是印度旁邊的尼泊爾也都不能見得好 香港也都有很多這些尼泊爾的後裔 他就在香港裡面就在這裡定居 那他們現在都很糟糕 因為他們的祖家 現在就開始 分分鐘有機會 變成第二個的這個印度 情況為什麼會這麼嚴峻 我們請收聽一下我的好朋友 翁靜晶小姐 翁女俠的一個電話的錄音 尼泊爾呢 就是佛陀斯加茅尼的誕生地來的 所以這次都很有因緣 就去幫助他們買一些救命的物資 那兩天之前 今天是26日 那24日那天 我就去了香港駐港尼泊爾領事 領事館那裏 就見過他們的總領事 就知道尼泊爾那個疫情是非常嚴峻的 他們平均每8分鐘就死一個人了 而最嚴重的就是他們隔離的印度 因為本身的疫情很重災區 所以全世界集中的注意力就在印度 變成尼泊爾就完全被忽略 沒有人理 基本上是坐在那裡等死 沒有人救的 那尼泊爾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原因就是因為尼泊爾是很窮的 它這個地方沒有什麼種得出來 也沒有什麼工業、農業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出口勞工的 以前就是香港的居家兵、僱傭兵 男的就出去幫人當兵 女的就在家裡照顧小孩 沒有什麼生產力 全部都是勞動的出口生產 他們因為本身這麼貧窮 於是他們就唯有過去印度那裏 就幫印度人打工的 那尼泊爾人就過邊境就去幫印度人打工 因為他們那個邊境是open border的 是自由出入的 但是因為那些尼泊爾的勞工是不斷地過去印度那裏 幫忙打工賺錢 所以他們印度一惹都有這個 新冠肺炎之後 那些去尼泊爾 尼泊爾去印度做事的人 就帶了一些病毒就回到尼泊爾 尼泊爾本身是窮得不得了的 所以醫療系統、氧氣什麼都沒有了 再加上他們買個口罩 我們幾元買個口罩就不覺得是錢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五元買個口罩是一件大事 根本是沒有可能去負擔的 所以他們現在小到好像口罩、手套 這些物資都是嚴重不足的 莫說養氣機這些就更加沒有了 所以就要盡快將這些物資給他們 加上還要給他們疫苗 因為如果要運送任何東西去尼泊爾 其實都很難的 因為它是一個叫landlock 即是說它沒有路進去 全部都是圍著山、山區 誰想去救援他們的話 要走那些山路送貨過去 就送到蚊份都不到 就算由中國過去 都要差不多兩個星期 所以唯有是靠飛機 飛機每個星期有兩班機 由廣州飛進去 拿得多少就拿多少 所以要輕一點的東西 就比較有機會運到進去 如果說很重型那些氧氣機那些就很難進去 所以最重要就是買到疫苗 疫苗就要錢的 他們那麼窮就不用指望買到多少 所以我們就要籌錢去幫他們買到一些疫苗 如果打了疫苗 那麼減低他們的死亡率 那這樣東西就功得無量了 那麼就希望可以 每星期兩班的飛機 再得到多少疫苗就載多少疫苗 再得到多少口罩就載多少口罩 起碼戴著口罩防一防 都不用傳染得那麼厲害 那麼我也不想看著 佛陀誕生地的人民 就每百分鐘死一個 那麼救人如救火 如果我們講一下都講了幾分鐘 那麼已經又有一個人差不多走了 那麼很難過 那麼麻煩你們幫幫忙 那麼好了 那麼現在的目前為止呢 我和翁小姐通了一個電話呢 他們也都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為 如果不是那些人很喜歡打疫苗 不如你鑽緊一點點 給這個的尼泊爾接濟一下他們 畢竟我們香港曾經受過很多的尼泊爾的 Gerga 兵 保護過我們很多的機構 也都聘請了一些Gerga 兵的後裔幫手 那麼大家真是好朋友 互相要幫忙 那麼特區政府可能在目前為止 有兩派的 一派就寧願射到海 一派就寧願想想方法 怎樣可以運送 但是那條的運送 那個Gerga 的老美 那個的成本也都是很耐忌 也都是那個frequency 也都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很多這樣送給他們 那麼在目前的情況而定 那麼現在這個尼泊爾的領事館 也都是希望我們香港人 可以幫忙伸出這個援手 他們不是 asking很多的 只是希望可以 looking for 七十八萬的 donation 希望在未來這兩個月裡面 籌集了這些經費 可以讓他們回去救濟他們的 在水深火熱裡面 飽受這個中國武漢肺炎疫情 影響的這些國民 那麼如果大家不想捐錢 在這封信裡面也列明了 有很多的物資它需要我們支援 比如洗手液、消毒藥水、口罩、N95 這些防毒的面罩、探熱器、血壓器 所有這些ventilator 幫助呼吸的東西 whatever 都希望如果我們有多餘有盈餘 也都可以捐給他們 等他們幫忙 以下這條link 大家可以卡進去 可以得到更加多的information 當然了 尼泊爾的朋友也都在香港裡面 居住了很久 跟我們也有很親密的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 我呼籲大家都幫忙去支援 屌尼老美 這群在香港生活了這麼久的尼泊爾的朋友 他們的家鄉 現在飽受中國武漢肺炎的影響 我經常跟大家說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多做一些善舉 令到大家在這個疫情之下 都可以希望得到你們神靈的觀顧 有這個保佑大家 各自都有這個平安 MIHKTV的觀眾大家好 2021年度的營運基金眾籌計劃已經開始了 今年我們希望可以達到40萬的目標 去支持我們2021年的公司營運 希望各位可以鼎力支持MIHKTV 讓我們可以繼續為大家發聲 和製作更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 都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 各位可以銀行入售到 匯豐銀行、衡生銀行和工商銀行 可以PayPal去我們的公司戶口 亦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觀眾 海外的觀眾 都可以選用這個方法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打來39558673 或者WhatsApp我們 希望各位繼續支持MIHKTV